王爷先跟我们新浪娱乐的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源 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源 虽然迟到了,还是得送一个迟到的生日祝福 也是你17岁生日快乐 我以为你说我迟到了 不不不,我说我们迟到了生日祝福 好,谢谢 因为这次是生日会嘛 然后你17岁生日,你自己是怎么度过的呢 我就跟朋友吃了点东西,然后就过去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没有没有,就是几个人聊聊天,然后就过去了 有跟公司说紧张,说放个假啊,或者说自己的 没有没有,我生日,我生日那天我去拍MV去了 就是在工作中 对对对对 那还挺辛苦的 那如果问你17岁生日选了个什么愿望 是不是有点这个问题被问太多了 嗯,我去什么愿望了 我好像选了之后一年更好 然后身体健康吧 反正每年都是这样 但是这是我的真正的希望 嗯,就没有许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我想要什么什么 或者说什么 没有,没有 嗯 说到第一个生日祝福是来的是谁,还记得吗 第一个生日祝福,估计是我小时候一两岁的时候还在妈妈怀里哭 大家都来,诶,祝你生日快乐 估计是这样吧 没有,我说17岁的生日祝福 哦,生日祝福啊 生日祝福啊 第一个,对不对 去年相比,因为生日也是个节点嘛 嗯,你会觉得说有什么收获或者成长的 我觉得今年这一年,嗯,自己成长了很多 就不管是从影视还是歌曲还是什么主持啦,综艺这方面都有挺大进步的 然后自己也写了歌嘛 嗯,然后还做自己感兴趣的公益项目,就还挺开心的 嗯,嗯,嗯,嗯 然后其实你刚说到就是今年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各种不同的那种各种不同的那种各领域各种不同的工作嘛 那好像前段时间刚推了一首新的单曲是有跟国际音乐人合作的 嗯,嗯,嗯,对 因为你自己在原创方面应该也挺有想法的 所以跟国际音乐人合作感受是怎样的 就其实他们还挺亲切的 就其实是那首歌就是一个就是挺凑巧的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只是说去他们公司看一眼去观摩一下 嗯,然后当时就听听随便听他们的歌嘛 嗯,然后就给我放了这首歌,放了一个demo 我当时一听我说,哇,这歌好好听啊 我说我一定要要这首歌 我当时还没有什么合作关系 我就说这首歌我一定想要唱,我想自己唱出来 嗯,然后后来再去沟通,然后就嗯,定下来了 嗯,嗯,未来或是我对自己的意思 音乐这块有些什么规划 嗯,还希望自己能够多写歌,然后多收到好的歌曲 嗯,因为之前好像听你说你其实 就之后对大学的规划是想进入专门的音乐选与学习吗 嗯,没有,就是我 我觉得方向可能会是演艺方面,但是还没有具体定下来 嗯,就还有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思考 对对对对对 嗯,因为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公益嘛 然后想到之前你生的时候,其实粉丝有做很多的议员 其实大部分都跟公益这块有关 嗯,嗯,嗯,嗯 其实也有成立那种基金会啊,然后今年也做很多公益项目 所以你对公益这块,就是自己投入或是感想去领域或是什么 嗯,我觉得像基金会一样成立了基金,然后 嗯,但是第一个项目是救助白那张老人 嗯,只是因为我看到这个项目我还挺感兴趣的 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年纪大了 想让他们在嗯,晚年的时候还能看见阳光,看见希望,看见世界的美好 嗯,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义的项目,嗯,然后之后的话,还没有 就是没有完全定死公益会具体在哪一块 但之后会继续走一步看一步,看哪一个人群 哪个群体需要帮助,然后就会去帮助 嗯,嗯,那今年粉丝也做了很多各种不同的议员嘛 你应该也有看到,嗯,那你有什么会想对这些做着这些准备的粉丝想说 就真的非常感谢,就是粉丝一次一次的 给我惊喜,然后送给我意想不到的礼物 嗯,就是,嗯,应援,然后 今年我看粉丝也做了很多公益 嗯,我觉得就是 比传统的那种应援,我觉得更有意义,更好 非常感谢粉丝们,他们很有心,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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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你来说也是 就是出道四周年嘛,然后之后就成为个人工作室 嗯,嗯,嗯,那你对之后的,然后个人的规划 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嗯,就是希望所有方面都不要落下,然后全方面发展 嗯,那影视剧方面呢,我知道你之前特别想演什么 霸道笑唱 没有,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就是 影视剧的话还是会就是 比较慎重一点,嗯,因为影视剧拍摄 耗时也久,然后播出来也 范围覆盖,覆盖挺广的,所以就还是要选择比较合适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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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己特别想尝试 或者现阶段的自己特别想尝试 现在还没有,嗯,合作的艺人呢 因为我看你的生日有好多圈内的就是前辈啊,就是朋友啊,有送他们祝福吗 嗯,有可能会跟他们合作 嗯,合作肯定会跟很多人合作 但是我觉得跟老师级的前辈合作,嗯,会得自己的长进非常快 嗯,像冰冰姐这种,有有有计划吗? 嗯,因为之前其实绝技的时候有有合作过吗? 嗯,就是挺喜欢冰冰姐,挺想跟冰冰姐合作 但是,我觉得还是看,嗯,就是拍摄的计划 如果说撞不到一起的话,不会硬,硬,硬拼的,对 嗯,其实我们也知道你现在还是高中生嘛 但是,高考的计划总是会来的,后年只有高考 所以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进入倒计时的意识,或者说是 已经开始有这样的 嗯,高考其实还有挺久,所以我并没有很担心 嗯,学业什么的就还是在,就,半忙的工作 嗯,在进行,但是没有很担心 嗯嗯嗯,嗯嗯嗯嗯 其实像综艺这块的话 你是不是也有这么想 你ilee主持这块积极深入 因为最近也有上很多综艺 综艺其实就是 我觉得还是跟演戏一样合适的 不能硬去凹 好 那我们就 还有一小部分的快攻快打 反正挺轻松的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是17岁 那马上其实也是 快要接近成年的最后一年了 那有没有想什么 是你一直想做 但是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滑单板 滑雪 你对滑雪最近是 我蛮喜欢 但是我之前学是双板 单板挺帅的 想试一下 现在会比方说 去自己有空的时候 自己去电 还是说其实工作挺忙的 也没什么机会去玩 希望有空的时候去吧 除了单板之外 还有私下还有一些别的兴趣还好 没什么 我没什么 私下就是不工作的时候 你私下是个宅男呢 还是其实是挺爱玩的 其实不工作时间挺少的 所以就没什么时间 就有时间去休息一下 控诉一下团队 没有没有没有 挺开心的 然后大家都说你是一个中华曲库 因为你在节目里面 就是就是谈什么唱什么 有好多那种老歌也都会唱 嗯 就是唱着玩嘛 你有技能盲区吗 有话哪些歌可能不是特别擅长的 喊麦 喊麦 对 就是一人饮酒醉这种 对 那私下有没有什么生活技能是你不大擅长的 花单板 花单板 对 这个 这个是挺厉害的很多普通人当中 就是你私底下生活中有没有这些不擅长的小费 擅长的 做饭吧 就是还在学习这种 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大厨 你有在学做菜 在一点点学 嗯 为什么呢 你感觉好像像你工作这么忙 其实也就是会做菜的机会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干嘛来着 在旅社吧 然后煎了个鸡蛋 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做菜 每做一道菜觉得很开心 对 现在的料理能够掌握的程度是什么呢 就简单的菜吧 简单的 剪鸡蛋 不不不比你高级一点 对 炒些菜 对 对 那你自己会觉得有什么 就17岁吗 自己会想说有什么缺点 可能是一直想要改进的 但是或者说是大家 身边的朋友啊 亲人啊 就是说哎 这个方面可以改进的 想缺点吗 缺点啊 可能普通话不太标准 有嘛 有一点吧 那你刚刚说的什么拖 算是吗 什么拖 就是你刚才自己说的拖 比较拖啊什么 嗯 这个还好还好 你觉得你自己不用那 不标准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吧 嗯 那其实那你有说因为现在生日什么的 你会有 比如说如果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实现一个比较 不切实际的愿望 可以天马行空的一个愿望的机会 你会想实现什么 嗯 就休息一年 然后流遍全球各地 嗯 嗯 就 但这个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呀 不可以 哈哈哈 以你现在的财力是完全可以吗 简单的 不 我要工作 要学习 就是还有挺多事情要兼顾的 所以说不能由自己性子来 对 嗯 那你有除了刚才那个蛋板之外 有比方说 除了当明星当偶像 这一趴之外 有最想获得的技能啊 或者说是 学习的一些方面吗 嗯 会跳伞算吗 跳伞 对 你有尝试过 没有 对 就是你想呢 你是对这种极限运动会特别感兴你们是吗 我想 我想试一试凹翔在蓝天上的感觉 嗯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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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